空间解析之后,有一个基本研究的工具是相量 所以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讨论了相量的运算,相量的加法、减法、收成运算和相量与相量的成绩,中间有两种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收量级,又称之为点运算,一个是相量级,又称之为差级 他记得吗? 然后对相量级和收量级,它跟相量的关系又对应起来了 如果两个相量垂直,两个相量垂直,那有什么?两个非面相量垂直 那有什么结果? A相量,B相量,都不是面相量 那么A相量垂直于B相量 它是等价于什么? 等价于A相量,以B相量的点击代表零 A相量 A相量,与B相量的差级等于零相量 A相量,与B相量的差级等于零相量 这是我们关注相量的两个基本的运算 一个是点击,收面器,一个是差级,相量级等于相量的位置 就是缓写,经历的运算 因为相量是用来研究空间解析几何的基本工具 所以我们要收取它的一些性质 然后在上一次课呢? 现在我们介绍了空间里面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几何图形 其中点是最基本的 除了点以外 还会有两种基本的图形 一种是线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是面 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课的时候 讨论了这样的一个 空间曲面 极其方程 空间曲面 极其方程 这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意思 为什么唐人家有群面 极其方程呢? 群面是几何图形的 对不对? 方程是什么? 是代数表达式 是数学表达式 所以 数学表达式研究的是数字 而几何图形呢? 研究的是几何的性质 研究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看上去 是不是? 一个是这种形状 还有一个是什么? 数字 是数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 就把他们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 是把数和形 是把数字和图形之间建立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它的建立有一个基本的过程 比如说 这个是什么? 是点 是点 对不对? 如果这个点 是这一条线上面的点 这个点是这个线上面的点 这个点是这个线上面的点 那么怎样把它的数字对应起来啊? 怎么把它跟数字对应起来? 怎么把它跟数字对应起来? 这个点是几个图形吧? 那怎么跟我们的数对应起来呢? 那怎么跟我们的数对应起来呢? 所以 我们要在这个点数 在这条线上面 要建立什么? 主表性 在线上面建立的主表性 我们称之为数字 我们称之为数字 我们规定圆点 规定正方向 规定单位长度 那么这一个点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唯一的十数跟的对应? 对 一个唯一的十数 一个数跟的对应 比如说 这个点可能是 数1.2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就把这种点的这种几何 跟这种数1.2这种数字 建立了一个什么? 一对 那么你 在这样的一个数字下面 你就知道 数1.2 就懂得这个点 这个点 就代表了什么? 数1.2 这个数 好 这个是 直线上的点 如果这个点 不是直线上 是在平面上面呢? 这样的点 又跟什么样的数可以对应呢? 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平面上面引入主表性 在平面上面引入主表性的方法有很多 最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 平面直角度表性 一种是 平面直角度表性 我们这里呢 先走看 平面直角度表性 我在这个平面上面引入一个直角度表性 就是两根相处垂直的授手 对不对? 这个是 埃德什洲 这个是 挖手 通过这个度表性的引入 我们就把这个点 跟两个数 合成的有序数 走一堆了 这个是 假如它的垂直是X0 这里假如它的垂直是Y0 那么这个点就与XY0 这样的一种数之间 一堆了 就这样的一个自卑性下面 这个点 几个图形 它就跟这个数 走一堆了 你看到这个点 你就想到了这个数 你看到这个数 你就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 这一个点 那么空间里面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空间里面的点 要跟我们的数 一堆一堆 我们同样要引入 主表性 空间的主表性也有很多 我们经常弄的是空间的主表性 所以我们在前面几十个的时候 讲过这个主表性的 空间的主表性 这样的一个主表性 能够把空间里面的点 跟三个数 构成的有非数的一堆 那么 通过了这样的这种点 最基本的几个图形 跟数之间的一种一一对应以后 那么我们知道 曲面是有什么构成的 空间曲面是有什么构成的 点构成先啊先构成面啊 空间曲面最终是有什么构成的 无数多个点构成的 对不对 那么每一个点是不是对应一种数字 每一个点又对应一种数字 是不是 那么我这样的一个面 相当于就是这些点的集合 那么这树上面 就是这一系列的树子的集合 对不对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树之间 它们有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我们以法世界什么来描述 方程的描述 或者寒数的描述 所以这样子就把这样的面 跟这样的什么 方程一堆 不同的面对应不同的方程 所以在上一次课 我就要求大家 在这一个部分 找两个基本的 哪两个最基本的呢 它既然面跟方程一一对应 那么你就要熟悉两个 知道曲面 就是轨迹嘛 知道了曲面 你要知道什么 方程 知道了方程 你要知道什么 曲面 也就是说 你知道几何的东西 你要能够得到方程 得到代数的东西 你知道代数的东西 要能够知道方程 要能够返回来 知道是什么 图形 极核的东西 所以像我们在这里面 就有两种问题 第一种问题是 以知轨迹 求方程 第二种问题是 以知方程 然后要怎么 求曲面 求曲面 所以你们要熟悉 以知最基本的 标准的曲面 是什么样的方程 比如说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曲面方程 是什么样的曲面方程 一 是一个什么样的曲面方程 一 一 在二维空间里面 也是在三维空间里面 三维空间里面 这个就不是一个圆了 而是一个球了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以 零 零 零 这个圆 变为球心 零 连 零 这叫圆点为球心 然后多少 为绑镜 啊 一 绑镜 在这样的一个 球面方向 像这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球运,是一个什么样的方程呢? 它是以1、4、2、0为球星,跟号母为半径的球运方程 它是以1、4、2、0为球星,跟号母为半径的球运方程 那么我们今天来继续讨论这个曲面 在空间曲面中间,我们随便给一个方程,你是不可能或者很难知道它是什么曲面的 对不对?你除非用这个仇宙的计算软件,把这个图形描绘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比较慢,比较容易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曲面 一般情况下,认识的一个方程是不容易得到它的曲面的 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我们是可以了解到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会先讨论一些比较简单的曲面 它的方程是什么样的 到后面,我们会关注 大概有一个七、八大的,这个常见的空间曲面方程 我们首先关注的一种曲面呢,称之为旋转曲面 什么是旋转曲面呢? 什么是旋转曲面呢? 比如说,这里有一条线,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条线 这条线是一条什么线?曲线 这里呢,有一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线?直线 这是直线 这是直线 这是曲线 这样的一个曲线,绕着直线旋转 知道怎么旋转吗? 比如说,这是一个线,对不对? 我这里是一个直线 我就绕着它旋转 旋转一种,是不是会变成一个面啊? 会变成一个面 这样的面,我们称之为旋转曲面 像这样的一个线,绕着它旋转 就变成了一个旋转曲面 比如说,就是它 如果是一个直线,绕着它旋转 绕着它旋转,就变成了一个旋转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圆圈 这样的一个圆圈 绕着这样的一个旋转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龙胎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半圆 绕着这样的一个中间 这根直线旋转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球 它变成了一个球面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个平面里面的曲线 绕着平面上一条定直线 旋转一种所形成的曲面 我们称之为旋转曲面 其中这样中间的这样的一条直线 称之为旋转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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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转 旋转 旋转 转一圈 变成了图形 这就是旋转曲面 图形的理解还容易嘛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我怎样对待它的方程 它的方程有什么推定? 有什麽推定 下面呢 我們要採用一個方法 來採用到它的旋律曲面方式 假如 我這裏有一條曲線 這條曲線在哪個平面裏面 這個是在哪個平面裏面 這裡跟誰相交啊 Y相交啊 Y相交啊 這哪個平面裏面 是Y-O-J平面裏面 能夠想到的話 空間主角這邊是下面有幾個平面 三個 一個是水平的 X-O-J平面 一個是水平的 Y-O-J平面 還有一個是吹附進去的 是不是 X-O-J平面 現在我這裏有一條曲線 這條曲線是Y-O-J平面上的曲線 這條曲線我要找到什麽呢 那我們有的伊视條件 是什麽呢 旋轉軸織也可以 曲線也可以 是這樣的一個曲線 fian爺 知了吧 它的曲线风尘应该只跟谁有关啊 挖OJ平面那个曲线 它只跟谁有关啊 它应该是一个关于挖和Z的方程 对不对 只是一个关于挖和Z的方程 它跟X有关没有 X都是0 对不对 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就来看 这样的一个曲线方程 挖在Z轴旋转以后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方程 这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呢 这个怎么处理呢 我们看啊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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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走旋转 我们想得到这个旋转曲面的方程 这种提议我们一般怎么做呢? 这是椅子轨迹求方程,对不对? 椅子这样的一个练,由我求它的方程 那整个球呢? 我们在这个曲面上面任意取一个点 任意取一个点 比如说,取到这里吧 我看一点 任意取一个点 我设这个点的注目标是多少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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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取一个点 是 是 是 现在我们就要找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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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怎么找 这个点是怎么来的呀? 这个点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这个点旋转来的呀 所以这个点返回去的话 这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点 这个点呢 它是在哪一个平面里面 挖洞在平面里面 所以这个点是零 我就记住 挖零 Z 零 好不好 这个点就是挖零 Z 零 然后大家看 这个点挖洞在这一轴旋转过来 得到 X 挖 Z 这样的点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两个点是不是取同一个水平面上面 是的 是的 那有什么特点 它说明 Z 应该等于多少 Z 是不是应该等于 Z 零 对 好 我们有了第一个 Z 应该等于多少 Z 零 Z 零 对 好 然后大家看 然后大家看 这一个点是通过 这一个点旋转到 Z 旋转的 所以它这里钻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圆 对不对 这个圆上面的点有什么特点 它到圆形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到这个圆形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个长度 跟这一个长度 应该是相等的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先把圆形的距离写出来 圆形的距离是多少 这个圆形是不是在 Z 族上面 对 它的距离是多少 是不是 0 0 0 Z0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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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讲这一个点是 这个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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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把MQ0上出来 MQ0是多少? M就是X挖Z Q0就是00Z0 所以他们的距离是多少? X-0的平方 加上挖-0的平方 再加上Z-Z0 括号的平方Kn 这个是这个距离,对不对? 它应该等于多少? P0Q0的距离 P0Q0的距离是多少呢? P0是0万0Z0 P0是0万0Z0 所以他们的距离是多少? 来,我们看下0-0的平方 加上Y0-0的平方 再加上Z0-Z0的平方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好,我们就算出来了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多少? 根框下X平方 加挖平方 加Z-Z0的平方 等于多少? 这里是0的吗? 对 这里是0的吗? 是的 所以这里是挖0的平方 根框下挖0的平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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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1 2 1 1 2 1 3 1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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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那我们就直接写这个简单一遍 很好笑,来个视频头,交往平方,等于等号笑,挖你,对 好,我们呢,还会缺等号,缺掉等号 缺掉等号以后,我们看,这个地方是0,它是等于z的 然后,挖你,等于多少,挖你,是不是等于正负,更方向x平方 加1平方,去挖你,是不是加正负号 更方向挖你,就是挖你,别的质号,去挖你,别的质号,加正负号 好,我们就来发达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里面在挖z0,挖0,挖0,挖0,这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关进了一块来拿 z0,挖0,挖0,是谁啊? z0,挖0,是不是表示这个点啊? z0,挖0,是不是表示这个点啊? z0,挖0,挖0,是0,挖0,是不是? z0,挖0,挖0,是0,挖0,是不是? z0,挖0,挖0,挖0,是在哪个上面的啊? z0,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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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点对到这个方程里面应该是要成立的 对不对 所以把它对进去 没有X是不管 Y是谁的 Y0 Z是谁的 Z0 Z0 这一个点是要忙着这个方程的 所以它应该会等于0 对不对 好 大家看啊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要得到这个选卷曲面的方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要得到 X1 Z0 都是目标的 是不是 现在我们有的地方已经有了 一个是Z0 多少 Z Z0 Z0 更多一下一个选卷 1 2 然后我们又有什么 X1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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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J0,把这个表达式代表,把H0,这个表达式代表,我们得到了一个关于XYZ的表达式,其中H0是正负根换下X平方加H平方,Z0是等于多少?Z,等于多少?0。 这个表达式是关于谁的表达式?是关于XYZ的方程,对不对?这个方程就是我们要求的旋卷曲面方程。 这就是我们求的旋卷曲面方程的过程。 最开始的时候,没问题,好像就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你熟悉了以后,你会感觉很容易。我们看哈,我们来总结一下。 它这里是绕的哪一种轴啊?Z轴。 我把中间这些东西,我全部把它插进去。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方程。 原来是一个曲线方程。 FYZ等于0。 现在这是一个什么方程呢? 什么方程呢? 旋卷曲面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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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先方程里面的J,不变,还是远方程里面的J 那么远方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有什么代表? 硬除掉,这个J已经不要了,对不对? 这已经弄完了,那么还有谁啊? 还有孩子是猴啊,对不对? 对,那么这一个变量华就变什么代表? X号一号加华平方,黑灯号加中处好代表 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个简单的列子 比如说,挖到J平面里面的一个曲线 我就是挖等J平方,好不好? 他是不是挖到J平面里面的一条曲线? 是 当然你如果是等于零,可不可以? 可以 你都可以 好 好 我要挖 J 轴 旋转 那我挖到的方程是什么样的? 原始方程里面的J动不动? 不动 所以原来是简单的平方,这里还是简单的平方 在零,它是简单的零 挖用什么代表? 挖用正负根框下,X是平方 叫挖平方代 那麽得到的这个旋转的方程就是它 很简单吧 比如说 我有这样的一个方程 Z等于 挖平方加1 我也是 它是不是挖5J平面里面的曲线? 是 没有X吗 只有挖2J 挖5J平面里面的 我同样的是 老J组 旋转 那我肯定会给到一个方程,对不对? 嗯 这个方程等于多少呢? Z等于 Z等于 它老的是J轴转 所以Z的不动 所以它是Z 等于多少? Y Z 这里的Y是什么代? Y的中复根框下 X点方加1 代表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说 也就是在U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程 简单吧? 简单吧? 这个过程可能它上去不那么容易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后发现 它的结果之间的对应 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我们就更复杂一点 F是平方 加乎R平方 等于E 这一条曲线是哪一个? 点面点面的学校 F是平方 这一条曲线是哪一个? 有没有Z 有没有Z 没有Z 说明这点0 对吧 这点0 这点0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F是OA平面里面的曲线 当然我们也这么写 才是标准 如果只写这一个方程的话 我们后面发现它不是一个曲线 也就是一个诸名的 这三个曲线 I的时候平面里面的曲线 让I开始走 选择 Data的框架是什么? 让I开始走选择 Data的框架是什么? 好,我们只不过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线? X平方加8平方能E 这是一个什么线? 是不是一个圆周啊? 在平面的曲线 这不就是X平方加8平方能E 这个方向为1吗? 这个方向为1啊 这个方向为1啊 原先的1,0,0啊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绕在H4中 转一圈 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圆 绕在中间这个轴 转一圈 这个是什么? 一个球 对不对 好的 我们看是不是一个球的方向 我们把这一点点讲到 它要扰X周旋 我们说扰哪一根周旋 那个方向里面的那个字 动不动啊? 不动 扰J走转 J就不动 对不对? 是 所以我这里是老X周旋 这X动不动 不动 不动 不动啊 所以它是X平方 再加上 另外一个字母怎么办呀? 另外一个字母怎么办呀? 正复更号另外两个字母的平方和 所以 所以 这里应该是一个 正复更号的一个平方和 这个Y 是不是? 对 那它是谁呢? X是已经拥得了 对不对? 所以Y是谁的平方和 Y平方加Z平方 好 然后我们看看 这是不是X平方 这是不是X平方 Y平方加Z平方 是不是X平方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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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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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人啊 你以为 他这么让开 对 你